在跳水这个充满挑战与美感的运动中 每一个动作都凝聚着运动员的汗水与努力 而207C这个动作更是以其高难度和复杂性 成为了众多跳水运动员心中的拦路虎 甚至一度让奥运冠军全红蝉也倍感困扰 那么这个动作究竟难在哪里 它为何能给运动员带来如此大的挑战呢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207C这个动作 在跳水动作编码中 207C代表的是向后翻腾三周半暴息的动作 这个动作要求运动员在完成向后翻腾三周半的同时 还要保持身体的紧凑和暴息的姿势 对运动员的空中感知力量控制以及入水技巧 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那么这个动作难在哪里呢 小董认为首先就是其高难度的翻腾要求 三周半的翻腾意味着运动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多次身体旋转 这不仅需要强大的核心力量和空中感知能力 还需要精确的实际掌控 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导致动作的不完美甚至失败 其次暴息的姿势也增加了这个动作的难度 在翻腾过程中运动员需要保持身体的紧凑 将膝盖紧紧抱住 这个姿势不仅难以维持 还会对运动员的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 如果暴息不够紧凑或者姿势不够准确 都会影响动作的流畅度和美感 讲到这里呢 小董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全红蝉在面对207C这个动作时 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实际上即使是像全红蝉这样的顶尖运动员 在面对207C这个动作时 也会感到巨大的挑战 他需要在训练中不断磨练自己的技术 提高自己的身体感知和控制能力 才能在比赛中完美地完成这个动作 那么跳水动作的难度体系是如何构成的呢 除了像207C这样的特定动作难度之外 跳水动作的难度还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其中包括动作的组别 翻腾的周数 专体的度数 以及入水的方式等 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带来动作难度的提升或降低 在跳水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难度的动作 被赋予了不同的难度系数 这些难度系数是根据国际跳水技术委员会的规定来确定的 它们反映了动作的技术要求和完成难度 而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得分 除了动作完成的质量之外 还会受到动作难度的影响 难度越高的动作 在成功完成的情况下 会为运动员带来更高的得分 回到我们的主角207C 这个动作在跳水界中的难度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许多运动员都曾在这个动作上遇到过困难 甚至一些顶尖选手也会在比赛中 因为207C的失误而错失奖牌 全红禅作为一位年轻的跳水天才 也曾在207C这个动作上遭遇过挑战 但是通过不断的训练和努力 他最终克服了这个难关 成为了一位真正的跳水冠军 全红禅的故事告诉我们 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 是多么的重要 正是这种精神 让他在跳水这个充满竞争的运动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首先 高难度动作往往伴随着高风险 在跳水这项运动中 每一个细微的失误 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甚至是受伤 因此 当运动员尝试像207C这样的动作时 他们不仅要克服技术上的障碍 还要战胜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这种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它需要运动员具备极强的心理素质 和自我调节能力 其次 高难度动作的成功与否 往往直接关系到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和荣誉 在激烈的竞争中 一个动作的失误 可能就意味着与奖牌失之交臂 这种对成功的渴望和对失败的恐惧交织在一起 使得运动员在面对高难度动作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全红蝉在克服207C这个动作的过程中 无疑也经历了这样的心理挣扎 但是 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到 而是选择了勇敢的面对挑战 他通过不断的训练和模拟比赛 逐渐增强了自己的技术实力和心理素质 最终 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个曾经让他倍感困扰的动作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讲到这里 小董不仅要为全红蝉的坚韧和勇气点赞 他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出色的天赋和技艺 更是因为他具备了面对挑战时所需的勇气和决心 这种精神是每一个运动员都应该学习的宝贵财富 此外 小董还想提到的是 跳水动作的难度体系 不仅仅是对运动员技术和心理的考验 他也是这项运动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高难度的动作 跳水比赛才显得如此精彩分成 扣人心弦 每一个成功完成的高难度动作 都是运动员汗水和努力的结晶 也是他们追求卓越 挑战自我的最好证明 在跳水这个舞台上 每一个运动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这项运动的魅力 他们通过不断的训练和努力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最终站在了世界的巅峰 而全红禅和他的207C故事 无疑是这个舞台上 最为闪耀的明星之一 完美结束 四年前东京奥运会跳水赛场上 全红禅惊艳全球 舞跳之中三个满分 并以总分466.2创 女子十米跳台世界纪录 外国教练目睹此景 心生绝望 深知未来岁月 或将长期笼罩于这位奥运新星阴影之下 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 女子十米跳台决赛的舞台上 年仅14岁的跳水新星全红禅 以她那无与伦比的记忆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震撼的波澜 她的登场 不仅是对水花消失术这一记忆边界的重新界定 更是对全球观众视觉体验的一次深刻革信 作为中国代表团中最为稚嫩的成员 全红禅在赛事帷幕拉开前 并未引起广泛的瞩目与期待 然而 当她在跳台上腾空而起 以近乎完美的姿态划破天际 那一刹那 她的名字犹如璀璨星辰 瞬间照亮了整个赛场 成为了万众瞩目的中心 这一壮举 不仅彰显了个人天赋与努力的辉煌 也为中国体育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跳之际 全红禅以一套流畅无瑕的107B动作 斩获了82.5分的高分 这一月不仅为她个人赢得了开门红 更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序幕轰然拉开 自那一刻起 预示着一个由她引领的跳水新纪元正式启航 第二跳 全红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难度飙升的407C 其勇气与决心令人钦佩 这一月 她以无懈可击的表现彻底征服了全场裁判的心 其位评判者不约而同地亮出了满分的佳绩 掌声与赞叹声瞬间响彻场馆 第三跳 全红禅展现绝技207C 其定位之精准 入水之标准 宛如精心编排的教科书范例 一举斩获95.7分的佳绩 令全场选手瞠目结舌 前三跳 对于全红禅而言 胜利的天平已严重倾斜 她的夺冠之路几乎畅通无阻 无人能焊其王者之位 第四跳 全红禅演绎6243D的跳水 犹如空中芭蕾 精灵轻盈跃动 每一动作皆细腻入微 再次赢得满分荣耀 尽显王者风范 第五月 万众瞩目之下 全红禅以王者之姿 挑战终极难度5253D 她的动作流畅至极 完成度无可挑剔 再次征服了所有目光 满分佳绩实至名归 令人叹为观止 彰显了她无可撼动的 跳水霸主地位 年仅14岁的跳水小将全红禅 今日一跳成名 惊艳世界 全红禅所展现的这套动作满分477分 她竟斩获了466.2分的惊人成绩 如此卓越表现 堪称跳水界的奇迹 前所未有 后男友来者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这辉煌成就距她加入国家队上不足10个月 虽非奥运史上最年幼的跳水选手 但她却是女子跳台单场最高得分的运动员 巴黎奥运会刚刚结束 大家都看到了金牌大满贯 愿全红缠在未来征途上 永潘高峰实现心中所愿 再创辉煌篇章 正如她自己所说再拼一拼 成为她自己想成为的样子